熱的低壓暴雨不斷 半個台灣泡水 扶冤上下 從總統蔡英文 到行政院長賴清德 忙南下勘災 但副總統陳建仁去哪裡了 平民媒體踢爆 陳建仁竟然在823 淹水隔天 帶著全家人到金門度假 三天兩夜行程 幾乎玩偏大小重要景點 24號先是到沙溪堡地雷主題館 再到雙口海岸賞夕陽 晚上入住中西混合式的建築 水頭聚落 25號一早先是前往金水國小 宅山坑道 緊接著造訪金門酒廠春季蘭陽樓 當晚下榻孤色古香的鳳毛林址民宿 整趟旅行 一共有12名貼身隨乎 還出動近20位便衣員警 大正仗為案全程介護 其實民進黨的這些高官 比民間太遠了 也當得太舒服 然後副裂燕大師 副總統帶著他的家人 到金門去獨家 顯然他不知民間的基礎 太誇張太可惡了 我用民進黨過去在檢視 薛香川的標準的話 這樣的觀感 整個民進黨所呈現出來的兩套標準 會讓人家覺得很寒心 總統府發出聲明 副總統出席原定的家族私人行程 由於適逢南部因降雨成災 儘管植物上無法定災防職權 然而身為政府團隊議員 造成觀感不佳 向國人至上歉意 但對比爸爸風災 十任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 父親節陪岳父吃飯 卻被民進黨轟到下台 拜託水災耶 吃大餐很過分耶薛香川 吃大餐過分 但23號炮戰60周年 小英寧願被罵也不現身 倒是副總統陳建仁 懸在隔天唱油金門三天 南台灣泡水一概不理 善用高道德標準 檢視別人的民進黨 碰上自家人自動謹慎 接下來我們中文宣宣 太報道